通灵人、观、白彬彬、白小燕、陈静心的前世因果 大家好,我是茉莉芬芳 以下是三位通灵师父、观、义人、白彬彬、女儿白小燕 及凶贤、陈静心三人的前世因果 但是三位师父所观到的前世都不一样 引起讨论及相互批评 这是我想到催眠 有时候连我们自己回去的或观到的前世 都可能是不同片段而兜错 因此另外一个人回去的看到的 当然也可能并非同一世 因此三位师父所观到的前世 有可能都是正确的 也就是可能是三个不同的前世 综艺大姐大白彬彬 曾经遭雷姓女网友在脸书上留言恐吓说 下去,跟你女儿一样,死在水里 警方已经找到雷女问讯后 依恐吓、妨害名律等罪嫌 将雷女网办 白晓燕命案已经过了23年 这种痛苦的经验 对一位母亲而言 想是非常追心刺痛 难以平复的 现在竟然还被网友恐吓、辱骂 实在是非常可恶的行为 第一位通灵人,沈荣 神明代言人沈荣说 亲人被杀害是非常巨大的痛苦 甚至有些人会因精神崩溃而一蹶不振 白彬彬是非常坚强的女性 即使经历白晓燕事件后 还持续在演艺事业上 带给大家正面的力量 是非常了不起的艺人 沈荣想起 当年有位蔡信通灵人 曾经对白晓燕案进行通灵 说白晓燕的死 是因为前世与白彬彬一起虐待过陈静心 才会造成陈静心怨恨难消 今生来复仇 但沈荣说 请这位通灵前辈不要编剧骗人 这等荒谬可笑的编剧完全不合逻辑 反而在暗示白晓燕的死是罪有赢得 也是非常没有人性的讲法 等于再度霸凌及加害受害者及其家属 沈荣通灵白晓燕与陈静心高天明林春生 这帮犯罪者 根本没有任何前世因果关系 而歹徒的恶行 纯粹是因为自身的贪念与杀戮的不良业力 所犯下的恶事 怎能归咎于死者的业障或是前世欠债呢 这是毫无根据的说法 这样做只会让死者或受虐者被污名化 请外面的通灵人不要乱编故事 为罪犯者脱罪 这么做只会让死者的家属更加痛苦 沈荣说 我的客户中也有前世坐过日本军阀 或筷子舍等曾经杀人无数的人来投胎转世 但是这些人并没有因此而成为被杀害的人 因为杀人的罪孽在转世之后 会以其他的方式来呈现 其中一种就是因果业障病 所以他们此生多有不明原因的病痛 像是头晕头痛或是查不出原因的病症等 到医院检查也找不出原因 即使现在的医学药物再发达都无法解释 这就是因果业障病 无法以一般医学来处理的问题 沈荣说 白冰冰虽然很爱女儿白小燕 但是女儿白小燕 其实从出生就与白冰冰是无缘的关系 无缘表示前世与孩子并不认识 或是没有因果关系 此生与孩子的缘分就会比较短浅 有时候甚至努力再多都是白费力气 产生无力感及无奈感 白冰冰想再生回女儿 但因为白冰冰与白小燕 没有强烈的因果连结 所以16次受孕都不会成功 想要再把白小燕生回来是很困难的 家人之间 通常要有强烈的因果连结 才会转世相见 第二位通宁人 蔡林基 至于沈荣提及的蔡信通宁人是谁呢 就是当年白小燕命案时 冒着生命危险 和台湾习治警察局局长杨子敬 进入南非五官官邸 成功劝服绑匪投降的陈太太 也就是蔡林基 蔡林基书中写着 陈静心、白小燕及艺人 白冰冰女士的前世英国为 白冰冰是园外的园配 白小燕是二老婆 陈静心是奴婢 因为园外众议奴婢 结果园配嫉妒 联合二老婆 淋虐奴婢 将她赶出宅院 使其下场极为凄惨 由于奴婢陈静心 前世含恨已终 怨气难消 在阴间的阴灵 请求报复 特准其这一世转世为人 并带有黑令其来到阳间 可向白小燕母女报仇血恨 因为陈静心有黑令其 事件任何一般神明都不可强行干涉主饶 以免干涉因果 本来在陈静心的心事里 已经带有强烈的夙愿来讨债 黑令其又为阴灵神明所知晓 因此是不会轻易被警方破案的 后来因为陈静心讨债的宿院习气 惯性太强 连无辜都滥杀 报仇过了头 业报才惩治陈静心 让这个案子破了 陈灵机就以这个因果故事 劝说陈静心 并进一步向陈静心规劝 不可再杀人造更多业障 来世会有更多果报 据说陈静心大叹三生之后 认为天命如此 只好弃谢投降 第三位同龄人是江家业 江家业说 他们前世是一对母子 白彬彬是母亲 白晓燕是儿子 两人感情深厚 但是母亲体弱 儿子一直细先照顾 为了母亲 他也没结婚 两人如此一味道老 但母亲觉得对不起儿子 常跪地祈求观世音菩萨说 我这辈子身体不好 一直靠着儿子照顾 才能平安获得今天 儿子也为了我 而没有结婚 我很对不起他 我欠他的 祈求菩萨做主 让我来世能弥补偿还他 这一世 两人再度相逢 变成母女 白彬彬是单亲母 两人相依为命 起料 白晓燕在17岁时被绑架 受尽折磨致死 绑匪的残暴震惊社会 也震惊了天界 江家业透过通灵法术 看到白晓燕命案当年的情况 说 玉皇大帝也震怒 下令严厉惩罚绑匪 接着九天玄女派出仙子仙女 下人间寻找白晓燕的魂魄 见到可怜的她躲在河边 畏缩无助地哭泣 看到仙女们才放心被带回天界 而九天玄女也宣布白晓燕为座下弟子 大家都把她当亲姐妹疼爱 虽然白晓燕在天界众仙照顾下 慢慢恢复笑容 身体所受的伤也治好了 但是想念母亲的心依旧埋在心底 因此 她自愿组一个歌仔戏社团 凭她的记忆 以及其他仙女姐姐的指导 每到节庆就表演 白晓燕认真学习表演 因为她特别怀念那段 和妈妈一起排练表演的美好日子 这也成为她怀念母亲白彬彬的方法 白彬彬做了16次试管 六十几岁艺人白彬彬 近期推出《可以哭别人输》的自传 最近她上广播节目聊人生血泪故事 透露白晓燕离开后 她一心想生回女儿 曾经到美国做一次试管婴儿 回台又做了15次 但都落空 有人批她消费自己的女儿 她也勇敢回应说 白晓燕只是社会上的一个案件 但是 她是我人生的全部 白彬彬之女 白晓燕二十几年前 在上学途中 遭歹徒绑票 撕票 震惊台湾社会 失去白晓燕后 白彬彬多次做试管婴儿 希望能将女儿生回来 再度当妈 白彬彬说 一次都打上百针 而且打了黄体素会胖 我只好不敢多吃 所以一直胖胖瘦瘦的 从42岁拼到48岁都没有成功 连医生护士都忍不住心疼 劝她别再做了 但白彬彬不死心 说 我真的很想要女儿回来 直到某天 白彬彬发现 自己生理期不再来 连卵子也取不出来 整个干掉了 医生说 我已经不行了 他们拉着我的手安慰我 静静看着我哭 她才放弃 白彬彬也回忆 做试管时 身旁想当妈妈的病患 几乎都有老公陪伴 只有她是只身一人 相当心酸 每个人都可能有前世众二婴 今世得二果的经验 因此 请不要拿这些英国夜报 来嘲笑 讥讽当事人 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的酸民们 小心二口的反噬 白彬彬的性格强大 是一位有智慧的人 她面对生命种种艰难考验时的 正面积极态度 也给许多人力量 虽然她与女儿白晓燕的缘分叫薄 但是她在演艺圈的努力 敬艳的态度 是有目共睹的 愿白彬彬将那些 邪恶狠毒的批评指教 扔进垃圾桶 眼不见为尽 也愿您平安喜乐